它没有味道、颜色或者任何气味,而且透明 它覆盖了70%的地球表面 通过海洋、河流到云层,循环往复 它甚至占了我们身体成分的60% 由于我们身边和体内有这么多的水 我们觉得水的存在理所当然 但是,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液态的水 那么,我们的星球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这种物质 它到底来自哪里? 就像你大概会知道的 一个水分子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 氢原子,所有元素中最简单的元素 自宇宙诞生时就有 氧原子映入眼帘是在几亿年星球开始形成之后 在这些炽热的如地狱般的中心压力巨大 使得氢原子聚变产生氦原子 氦原子接着聚变产生其他重原子 如皮、碳以及氧原子 这样的过程叫做核合成 当星球最终坍塌 爆炸形成超新星 这些元素就遍及整个宇宙 并且合成新物质 就像我们熟知的水分子 这些水分子存在于沉云之中 沉云形成了我们的太阳系 并且在形成之后 与我们的星球发生了更多碰撞 但是这里有一个大的疑问 我们还没有对此有答案 多少水到达了地球 以及何时到达的地球 如果按一种理论 当岩石形成之时 有相对少的水到达了地球 高温以及缺少大气 会导致水很快挥发回到了太空 水就不可能保存在地球上 直到亿万年之后 当我们的第一个大气层 通过氏气过程形成的时候 这个过程发生在岩石 在地核融化的时候 释放火山气体到地表 产生了可以捕捉到 逃逸水分子的一层大气 那么水是怎样回到地球的呢 科学家们长期怀疑 大部分水来自带冰的彗星 或者更可能来自百万年间 撞击地球的小行星 最近的研究挑战了这个理论 根据对太阳系诞生后即形成的 碳质球粒陨石的化验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陨石不仅含水 而且它们的矿物化学成分 与地球岩石 以及与跟地球同时期形成的 小行星的样品一致 这个发现表明了 地球可能在早期 积累了大量的可以保留的水 尽管在缺乏大气的情况下 尽管小行星 也许会日积月累带来更多的水 如果这是真的 生命可能在比之前认为的 更久前的时间形成 所以 我们不是绝对地知道 是否地球上的水 来自于它最初的形式 还是受后期的影响 或是两者皆有 不管怎样 洗澡用的水 饮用的水 以及自来水 不是直接来自附近的河流湖泊 而是首先经历一个混沌的 宇宙漫长的旅途 到达这里 保护和保存我们的自然 需要成为世界上每个国家 公司和社区的优先事项 如果你想知道 你现在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请访问 a.ta.com Earth Schoo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